彭恒金马轮甘榜拉热五个地区 从14号开始落实两个星期的加强型管令 根据防疫指南 所有农业领域必须停止运作 而这势必影响市场上的蔬果供应 马华总会长兼交通部长拿督斯立为家祥 今天就为农民捎来好消息 政府决定放行当地的农业活动 让农民在严格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之下照常工作 避免因为蔬菜短缺而引发菜价上涨危机 交通部长拿督斯立为家祥 今天中午在出席了内阁会议之后 召开线上记者会宣布 内阁议决全面放宽金马轮五个加强行管区的农业活动 农民不只能够继续种植蔬果 农业运输也会如常运行 已将蔬果运送至全国各地 甚至可以出口到新加坡 为家祥坦言根据国安会发布的指南 在加强行管令期间 所有的商业活动必须暂停 但是农业属于必要领域 一旦所有的农业活动停止 将会导致市场供应链短缺 民众会因为蔬菜供应不足 被迫吃桂菜 加重生活负担 这一个在我们的这一个政策里面 农作物包括这一些蔬菜的供应 essential service是不能中断的 我们不想出现一个情况 蔬菜送不到 那么当这一个价格飙升的时候 老百姓就会感觉到那个痛苦 他们就要付出更高的这个价格 这是不应该发生的 所以所有收成的必须第一时间再送 另外他也指出 内阁做出上述的决定之后 已经向各个执法单位下达指令 放行负责再送蔬果的裸里和车辆 确保运输工具在封锁地区通行不足 所以刚才内阁的决定就是 包括务农 可能他们需要一些交通工具 到他们的这一个农耕地 又或者要把这些菜呢 债出来是允许的 那么在今天的会议当中 那么内阁也听取了 刚才我提出来这一个交通的问题 logistic因素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农业部长 也针对这一点 认为说这一个农业是不能停的 因为一旦我们停的话 供应就会受到影响 那么当然今天 也得到这个内政部长的保证 他会把这个有关的信息 第一时间传达给制法单位 尤其是警方 金马伦日前爆发 蓝谷花园感染群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政府早前宣布 甘榜拉扰五个地区封锁14天 所有领域包括农业不准运行 这让农民担心 农作物在无人收割和运输下 只能丢弃 如今内阁亮绿灯 恢复当地的农业活动 缓解农民困境之余 也避免市场的蔬果供应受到影响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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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